视网瑞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今天邀请到的是香格里拉远东大饭店集团的厨艺总监 刘冠林,Eddy哥来到我们这里 Eddy先跟大家问好 大家好,早安,我是Eddy刘 Eddy刘,刘冠林,刘Eddy Eddy好忙哦,你又从哪里回来啊? 我这是从长州还有苏州,上海 北京,去了大概20天吧 对啊,听众朋友知道Eddy虽然是香港人 可是Eddy现在都以台湾美食大使的身份 跑到世界各地去做台湾菜 可是我今天要请Eddy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现场 是要给大家流口水啦 Eddy,我每次请你来,我们超级美食家都请你来叫我们做菜 可是我打开电视看到有好多电视节目 都在讲广东人好会吃这个,好会吃那个 可是我从来都没有问过你这样子的话题 对不对?你们广东人过年都吃什么很厉害啊? 其实广东人过年是还蛮盛大的 盛大?盛大就是说在家里做菜嘛 在家里做菜什么都要备好嘛 备好年夜饭啊 年初一的啊,还有年初二的啊,年初三的都要备好的 嗯哼,还有开年的 开年 开年就是说店铺比方是初期人日 有一个叫开年,他们叫开年开铺 大部分都有起码有七天的 所以呢,这个过程之中在过年前的家里的 佣人也好,自己家里的父母也好都会准备很多 鱼啊,肉啊,有腌过的东西啊 蒸糕啊,年糕啊,萝卜糕啊,什么糕都要做的 自己要做吗?香港人也自己做吗? 我不相信,这么忙 真的,真的,真的 萝卜糕一做,做十几二十盆 哈?你们还有自己做菜的能力吗? 我指的是香港耶 对,对,对 还有哦 那是早期的香港 那现在的人就是比较繁忙嘛 都是在外食 对不对 以前都是一定在家过年的 就算以前我常常出国,对不对 年夜前,我就一定要赶回家 吃年夜饭 可能我年初一,我就离开了 我要出去了 可是那顿饭很重要 对对对,就团圆嘛 大家都是围着一起吃饭嘛 每个人都是,起码都见一次啊 至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而且你们其实香港人 我应该是讲说香港人都有一种移民特质啦 对不对 就像Eddie,你很早就已经离开香港了 可是香港还一直都有一个家 对不对 好多人都跑到台湾来工作 我认识好多香港厨师 即使是举家都搬迁来台湾 也都会定期回到香港去 对不对 香港比较近了 所以比较容易回去了 隔来两个小时就到了 其实这是最浓厚的过年日子 就是新界 新界就是围村啊、大福啊、元朗啊 他们这个传统是要祭祖啊 要很多东西啊 所以它更厉害 更多东西 你家家夫妇都会每年做几个菜 香港 新界有个叫九大鬼 九大鬼 鬼就是北京鬼街的鬼 鬼喔 就是ghost吗 是那个鬼吗 不是 不是不是 鬼道的鬼 竹花頭 然後下面一個器皿的皿 哦 鬼 哦 九大鬼 這是好像那個 拜拜用的那個是不是 漏斗一樣的那個盤子 所以呢這個 九大鬼是九樣東西 其實有錢人包生吃肚啊都有嘛 但是還有一個是叫盤菜 盤菜 盤菜是祭祖也有啊 生小孩啊 結婚啊 都一定要吃的 池塘門前可能可以擺個一百桌 嗯哼 這一百個盤子 你說池塘門前還有池塘哦 對 池塘哦 真的 這是拜拜的前面的一定很空很大的 像我們住在都市裡的人都不知道 池塘沒看過 要到鄉下才看得到池塘 隨便就擺一百幾十桌的了 大家戶戶都一起出來吃飯的了 盤菜也分大小 貴便宜都不一樣 是很像佛跳牆類似嗎 它是比較乾絲的 它是汁 它不是湯的 盤菜起碼有八樣到十樣東西 盤菜 盤 對不對 臉盤的盤 臉盤的盤 啊我知道啦 盤菜其實在幾年前台灣曾經有人做過 做成年菜 我印象中有有飯店有推出來 那個就是我啊 對啊除了你之外我記得大蒼酒盒也有啊 新葉也有啊 我記得也有 可是因為大家只知道那個盆裡面打開來 通常都是一個大砂鍋嘛 打開來有很多東西 可是並不知道這裡面 原來是可凡可減哦 對不對 對對對 好啊盤菜為什麼要什麼要 為什麼要一定要吃這個呢 盤菜是一個歷史 宋末年代 有個這個故事啦 是真是假我不知道 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文天強 打仗 文天強又來了 三杯雞也來了 文天強打仗打 打到那個深圳去 就冰糧沒有了 就收集了當地的居民啊 漁民啊 漁漁之鄉嘛 就就把把所有的漁蝦肉啊 集合在一起 集合一起 沒有沒有那麼多碗筷啊 就弄一個大盤 就送給他吃 這是一個版本 等一下文天強打仗 有打到香港來這麼遠嗎 深圳 深圳有打到這麼遠嗎 有 歷史上有嗎 文天強我走這麼遠嗎 你去查一下吧 好吧 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進一段廣告 再回到節目現場 我要幫那個誰平反一下 等一下 好 來 三 二 我是王瑞瑤 您所收聽的是中廣流行網 超級美食家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香格里拉遠東飯店集團的 廚藝總监 劉冠林 Eddie哥 來跟大家聊聊廣東人 香港人的年 到底吃什麼 怎麼過 剛剛呢 Eddie哥呢 跟大家介紹盆菜 講到盆菜 有兩個說法 它的起源 其中一個來自文天強 可是這裡 我是忍不住要插嘴了 我記得很多年前呢 有一個前輩美食家 他講說呢 三杯雞是因為文天強而發明的 他說呢 文天強就是因為吃了三杯雞 所以才有勇氣寫出正氣歌 我那時候聽到這樣子的傳聞 我笑出來了 可是我有一次我在翻一本書的時候 我的確看到書裡面也寫出如上的文字 就是因為文天強吃了三杯雞 就跟他有關 你看Eddie現在笑成這樣 那我並不知道三杯雞之外 盆菜也跟文天強也搭得上關係 文天強打仗打到深圳了 對不對 這是一個說法 家家户户 趕快把菜拿出來 可能是剩菜殘根吧 對不對 那不是把家裡所有好的東西都拿出來了 有蝦嘛 蝦啊 有魚有蝦有肉 所以是好東西拿出來 沒東西裝 所以都用臉盆裝 所以叫盆菜 因為大將軍來了 所有人都慰勞 他就把家裡的東西都拿出來 文天強是打倭寇的嗎 是嗎 文天強是打誰的 我都已經不記得文天強打誰了 應該是金兵吧 金兵 金兵怎麼會在南方 金兵在北方 他也打過來啊 真的嗎 我覺得現在有一點張飛打岳飛了 好啦不管 可是另外一個講法呢 另外一個講法就是 宋末的皇帝 為了逃避 金兵 避禍 到了元朗 元朗 一個是深圳的元朗 九龍的新界的元朗 大家都知道皇帝來了 所以也是把家裡的好東西都拿出來 那時候也沒有那麼多工具 那些東西 這用洗臉的那個盆 洗臉的盆 以我正式來說 這是大不經 給皇帝用洗臉的盆來裝菜 我覺得民間應該都木盆吧 以前都是木盆 大木盆 現在 現代的都是梯盆 不鏽鋼盆 以前都是用木盆 那木盆是很結實的 以前的木頭那些東西 把所有東西都煮完熱的 一層一層的鋪上去 就給皇帝吃 這個是第二個說法 所以換句話講 Eddie 其實對你們來講 盆菜有兩個起源 一個是來自深圳 一個是來自元朗 是這樣子的講話 都是宋墨時代的 對不對 原來是這樣 我室友去香港吃過盆菜 而且我記得開車開蠻久的 去一個像是一個村落的地方 就是元朗 應該是元朗 對不對 對啊 我記得我有吃過 然後還有這些賣盆菜的餐廳 也都不豪華 都不是豪華的餐廳 新界的朋友都是 做這個餐廳的 都是比較平民化的 對啊 我記得好像是小店鋪這樣子 而且也沒什麼裝潢 現在都是用不鏽鋼盤子來做的 好像是到人家的一個小村落 去做客的一種感覺 我印象中開車開蠻久的 那有錢人家的時候 就是包生吃肚為主 也都是通通分別料理好 再堆進去 比方說該煎的該煎的 該煮的 悶的 但是有一個一定要重要的 新界圍村的盆菜 一定有豬肉 一定有豬肉 沒有牛肉的 只有豬肉 豬肉這是他們的文化 一定要有 豬肉要煮得很好 你講的一定要有豬肉 那是跟過年殺豬有關嗎 沒有他們就是不太吃牛肉的 因為牛都用來耕田的 對呀牛是來工作的啦工作牛 所以都是吃豬 可是豬怎麼做 豬肉紅燒豬肉啊 一頭豬都是 比方說分盆菜 分個 分個 一百盆 每一個都有的 有肘子啊 有有有 有五花肉啊 什麼都有 所以他們 很重要的 還有 還有拜拜 殺豬 我覺得好好玩喔 現在 Eddie在講盆菜 我終於有一點感覺了 因為Eddie就在講說 是拜拜殺豬嘛 所以等於是有的盆菜 分到的是肘子 有的盆菜分到的是五花肉 有的盆菜分到的是其他的部位 意思是這樣子嘛 分一百盆喔 這麼多喔 沒有 如果你村落有一百戶 大家都要來吃盆菜啊 這個太公分豬肉 有南丁的就多一點 喔 真的 還有這樣子的 我一直都覺得盆菜是一種標準 可是這樣子的講法就有道理啦 這個是一個文化 他們的文化就這樣子 南丁 旺南丁的 多兩個就多兩塊啊 對 因為你們家男生多嘛 對不對 有時候就是拿著豬肉回家自己煮 有一些就是過年 大家就在池塘吃飯 對 好有感覺喔 等一下等一下 Eddie你有曾經參加過這種 這很像我們台灣的伴桌 對不對 其實跟台灣的伴桌文化很接近 對 可是以前台灣的伴桌文化 如果大家在講伴桌的話 食材五花肉就是五花肉啊 哪裡有我這桌是肘子 你那桌是五花肉 沒有這樣子的啊 沒有 這個不是這一桌 因為豬肉就是大家都差不多的 但是要分豬肉的時候分 比方說這一家的南丁有幾個 分到哪一塊 多一點啊 就是帶回家的那些 好那Eddie我還想要問 那盆菜有標準嗎 就比如說盆菜 我們剛才雖然講說它可見可返啦 可是就像我們在討論佛跳牆的時候 也是一樣 比如說它應該會有一些基本的食材 才讓人家覺得它像盆菜啊 還是說它的鋪陳起來有一定的規矩呢 兩個版本嘛 一個比較高級一點的食材 一個比較平凡的食材 平凡的食材先講嘛 我們有隻竹腐竹啦 有魚丸啊 蝦子啊 冬菇啊 豬肉啊 這是大概八九樣 都是這些東西 最少八九樣 對對最少的啦 還有芋頭啊 還有蘿蔔啊 也有芋頭 我知道有蘿蔔啦 蘿蔔通常都墊在最下面 有一些就是墊白菜啊都有 這個就是一般比較平價一點的 隨便就是你去新界吃的那種 都是比較平價的 我現在都被你影響了 我現在滿腦子想到的都是一個洗腳的木盆 然後堆了一些食材 我到現在都回不來 嗯 應該是不鏽鋼盆吧 還是砂鍋 對不對 現在都是不鏽鋼盆 不鏽鋼盆 如果現在飯店做的大部分是砂鍋 然後它要層層堆疊 而不是混雜對不對 對對對 一層一層 然後到面上的那些最漂亮的 比方說啊 豪華一點的 鮑魚啊 吃生啊 哦 那就排在上面啊 瑤柱干貝啊 蠔干啊 髮菜啊 鵝掌啊 那些都擺在 漂漂亮亮的 好 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進一段廣告 再回到節目現場 你剛才講的那個高級食材 漂漂亮亮 那就要好麻煩哦 不會啊 那就要燒啦 揮啦 你知道 鵝掌就要揮包 一樣一樣做 做完再擺 齁 來 好 還有兩段哦 好 七分鐘 來 三 二 我是王瑞瑤 您所收聽的是 中廣流行網 超級美食家 今天邀請到香格里拉 遠東飯店集團的廚藝總監 劉冠玲 Eddie哥 來跟大家聊聊 香港人的過年 等一下Eddie 剛剛呢 Eddie跟大家分享的是盆菜 你說你以前做過盆菜 做年菜 今年有嗎 今年有 我們特別訂了一個 很漂亮的盤子 哦 所以你們今年也有出盆菜 有 有 特別做的 整個集團都有做 好 可是Eddie 我剛剛聽到你講到盆菜 不管是它是高檔的 還是比較平價的 怎麼跟我吃到的盆菜都不一樣 我印象中我去吃盆菜 七億所及 裡面都有很多燒辣 沒有嗎 比如說火南啊 什麼的燒鴨 我怎麼都有吃過這樣子的材料呢 因為現在的那些 現代的廚師有很多就是省事 省事 買個燒鴨放進去啊 買個油雞放進去啊 燒肉放進去啊 所以它沒有那麼繁複的手續了 那比方說我們要做 比方提盤 讓我們是不是要 自己煮自己弄 那就算我們不用提盤 我們用豬肉 腩肉 我們也要燒啊 鮑魚我們也要重新扣過 燒過啊 所有東西都要做 但是現在一般來說 他們都已經不做這一套 因為我印象中 不是你們家啦 我印象中的確有幾家 讓我吃盆菜的時候 有一種 有一種剩菜盤 重新組合的感覺啦 我自己其實 早期我對於盆菜的印象 沒有很好 尤其是在台灣吃過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嗯 好奇怪哦 這些好像是你們拜拜用過的 嗯 我個人覺得啦 就那時候我那時候的解讀 就是那種拜拜用完的啦 還是吃剩的一些廢料啊 什麼之類的 大家可以重新再拼煮一個大菜 有可能是剩菜全力用吧 可是我這樣子的概念是錯的 對不對 對 嗯哼 今天可以看看我們的紅色的盤子 真的特別做的 所以你裡面不會有放 那個 那個 我剛才講的燒辣 我不好意思講 你裡面會有一層是燒辣嗎 沒有 我們大概放了包生 沒有刺嘛 我們都賣魚刺的嘛 對 所以就是包生肚 然後是冬菇蠔刺 嗯哼 好乾 干貝 一定是蘿蔔墊底了 對 所以有鵝掌 大明蝦 但是有一個 燒鴨 燒鴨 燒鴨用那個汁煮完很好吃的 哦 也有一個特別的香味 哈哈 只有一個是現成的 其他都要燜煮過 我自己其實有吃過 有人在裡面放燒腩啦 啊嚴格說起來了 我覺得燒腩的效果也不錯 因為燒腩碰到了汁 煮了之後 它那個皮就有膠質跑出來 就我並不是說它非 比如說放燒腩是不好的 我只是覺得說 嗯怎麼有那麼多燒腩塊在裡面 通常是一定有豬肉嘛 嗯 那所以我的建議就用個蹄膀 嗯 擺在中間漂亮 又漂亮又好吃 對 那皮又好吃 但是你當然是要燒到它夠軟嘛 對 要入味嘛才好吃嘛 其實這個的邏輯 雖然一開始乍聽很像佛跳牆 其實不一樣 佛跳牆的材料 應該是有的炸過 對不對 佛跳牆大部分都是炸過啦 嗯 然後有的是醃漬過 然後可是聽起來盆菜 應該是把不一樣的菜都放在裡面 而不是用不一樣的食材 嗯 對不對 我覺得應該不太一樣 我們不同的食材 不同的建築 空調方法 方法不一樣 嗯 以前最有錢的人 最後把一個什麼 大排斥 一頭大鮑魚在頂上 中間 就是一頭鮑 就是一顆有一斤重的 這麼大的鮑魚 這是以前 像碗大 像碗 應該是比碗還大吧 現在找不到了 現在找不到這樣子的 而且以前是乾包 對 乾包的 一個燜煮完之後 就擺在上面 就表示它的豪氣 這家人的那個 家底有多厚 像溫半桌的採館一樣 可是Eddie你知道嗎 我前幾天去五中行逛街 他的墨西哥車輪包 已經開價開到七千了 然後我打電話給進口商 進口商說 他們的批發價也要五千多了 鮑魚長很多 鮑魚長很多 不要吃這個鮑魚 不要吃車輪包 對不對 還有其他的鮑魚 大陸出罐頭包也很多啊 為什麼一定要吃那麼貴呢 好 我現在有一點點時間 我一定要叫Eddie 教大家這一個方法 因為Eddie很會把平價食材 變高級食材 Eddie教大家怎麼樣把罐頭包 燒製的跟乾包一樣的味道 這個你可以教大家了吧 你不要偷笑啦 這個我今天一定要凹你 你知道 因為其實罐頭鮑魚打開來這樣子吃 應該要再加工過 才會有那種乾包的那種顏色 還有乾包的那種口感 我只能講說接近啦 對不對 不可能有溏心啦 對不對 你教大家幾招好不好 大家可以把普通的鮑魚罐頭 變高級 怎麼弄 鮑魚罐頭 一般一開起來吃 是硬的 對 顏色白白的 就是說你車輪包也是 如果你一加熱過 它就硬了 但是你一定會加熱嘛 對啊 但是我不是 我是把原罐蒸10個小時 放電鍋可以嗎 放電鍋一定要泡水 浸在水裡 不是乾乾的蒸 不行 不然會爆炸的 蒸10個小時 就讓它在真空裡面 把它壓軟 拿出來的之後 開了之後呢 冷了之後就要開嘛 你不要 冷開 當然冷開 熱熱開 爆炸了 倒出來的時候 把水 如果你是白湯的水 就是有一些白白的嘛 還有一些是紅燒的 分開 那個白白的 你要倒出來把水不要 我不要 白色的水我不要 不能流下來煮粥 不要 不要丟掉 那裡面都是鹽水啊 那些東西不要 然後我們就以 蠔油 火腿汁 老雞 包上個幾個小時 就是用個砂鍋 對不對 對對對 要包 包了 你還要加一些 無糖的老抽 無糖的老抽 讓它吸那個顏色 那個顏色就會慢慢變 你也不能煮太久 煮太久的太爛 也不好吃 所以大概如果蒸的時候就蒸十個小時 也是十個小時 可是要由老雞做基底 對不對 來輔助它的味道 你罐頭開出來之後 大概燒個三四個小時 慢火 很慢的 要燜它一下就可以了 出來的口感 還有顏色的味道都可以 原來就是用這一招 聽眾朋友知道了吧 所以你們其實買普通的鮑魚罐頭 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讓這個食材變高級 我們先休息一下進一段廣告 再回到節目現場 哦 那我知道了 其實聽眾朋友曉得了吧 其實要捨得啦 要有老雞 要有精華火腿 再把它的味道燒回去 對不對 還有蠔油 而且時間都不能夠省 蒸罐頭就十個小時 然後要微它的時候 要微個三四個小時 好 來 最後一段六分半 好 準備來囉 我是王瑞瑤 您所收聽的是 中廣流行網超級美食家 今天節目現場邀請到的是 香格里拉遠東飯店集團的 廚藝總監劉冠林 Eddie哥 來跟大家聊聊 廣東人香港人的過年 可是只能聊一道菜啦 因為呢 你們實在太講究了 我們剛才聊到的是盆菜 而且呢 我們聊到的這個盆菜呢 今年呢 香格里拉 呃 台北遠東跟台南遠東都有開賣 對不對 對 兩地都有開賣 可是問題是Eddie 我每次在遇到盆菜的時候 我都有障礙 這個障礙就是 如果今天是佛跳牆 它是湯菜 我攪一攪你知道 撈一撈 我挖到什麼就吃到什麼 可是看起來盆菜不是 因為盆菜是每一道菜都稍微好入味 再把它一一排入盆裡面 對不對 所以盆菜吃並不是蝦餃亂倒一通 對不對 一份一份吃 一層一層嘛 對對對 它不是我們都分開來 好像一個八卦型嘛 就是擺好中間有中間的 邊上有邊上的 那個底就是蘿蔔嘛 可是它不是湯啊 它不是湯 它有汁的 這個通常就 我們都燜煮之後 排完了之後 把它蒸熱 再勾一個薄薄的芡汁上去 讓它再滾一下 或者用電爐也可以 我們現在買這個盆子回來 可以用電爐的 也可以用燒的 非常漂亮非常精緻 所以它也可以 就是比如說在圍爐年菜的時候 從頭吃到尾 就陪著你這樣子 你吃到差不多的時候 你可以加水就變火鍋了 你也可以燙其他東西 這個很像香港人的火鍋 香港人的火鍋都很喜歡 就比如說吃第一輪 吃第二輪 用那樣子的概念在吃對不對 對對對 我們裡面有豬舌 什麼的發財大力啊 還有發財豪事啊 過年的一頭嘛 反正就是大家都有喜性的感覺 就對了 其實在盆菜裡面 大家知道了嗎 這裡面其實也遇含了一種團圓啦 對不對 大家都來了嘛 也不用煮那麼多菜了 可能煮幾個青菜 會蒸一條魚 真的還假的 你們過年一個盆菜就搞定啊 一個盆菜沒有啦 我家裡是很多菜了 對呀 我想怎麼可能一個盆菜搞定呢 對不對 對 我們家裡都煮很多很多 但是盆菜是主要放在中間 哈哈 但是我們家裡的盆菜跟就是 大致上都是那些東西了 哈哈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代表性的年菜了 那艾迪你們家過年還吃什麼 還吃什麼 你說蒸魚哦 魚一定要有的嘛 可是問題是 魚啊雞啊都一定要有的 可是問題是香港人拜拜有用魚嗎 有啊 你們香港人 有用雞啊 魚啊都有啊 香港人吃魚都是蒸活魚 那拜拜怎麼處理呢 台灣人的拜拜魚都是你知道 都煎過拜完了之後 你們難道還有活魚可以吃嗎 我告訴你 還有一個樣子叫煎釀鱗魚 煎釀鱗魚 你吃過鱗魚了沒有 我知道一定要去香港才吃得到這個 我們都淹過那個鱗魚 還用來煎 煎完再用來拜拜 拜拜了之後用來吃 哦 哦 所以你們拜拜也要吃熟的魚啦 吃熟的 對不對 都是熟的 一定要有嘛 這沒有鴨的過年就沒有鴨了 可是鱗魚台灣有嗎 鱗魚我以前 食文水庫吃過一次之後都沒有了 其實魚種應該水庫裡面有 但是我們沒有人刻意去抓這個魚來做 鱗魚的刺也很多 對 但我們在香港的時候 他那個鯊魚的高手 那個賣魚的 他可以把他的皮 只剩下皮把肉刮出來 咚咚咚咚咚 把它法菜 然後把它塞回那條魚 有陳皮 有那個很好吃 非常鮮 對啊 因為我印象中鱗魚的魚肉要剁碎啦 因為他有很多細刺 像我們台灣的虱目魚之類的 就刺很多 很高的啦 他一定要有一些手工 從變一道手工菜 他是刮出來的那個肉 因為他有刺嘛 他把它刮出來 然後多多多多 多完之後放陳皮 放一些 再釀回去 又是一個魚的樣子 是不是 一模一樣的一個魚 怎麼那麼好玩啊 然後就把它煎熟了 再用那個醬汁再燜煮一下 喔 這樣子不一樣耶 很好 釀鱗魚是廣東人最拿手的 煎釀鱗魚 對不對 好好奇喔 因為我在香港吃過鱗魚 鱗魚丸對不對 你們好喜歡在州裡面加這個鱗魚球 那個叫鱗魚球 都有陳皮的味道對不對 對啊 我也好喜歡陳皮的味道 其實Eddie有 Eddie有一次來這邊給我們介紹陳皮的廟用 我那個時候也都是口水流滿地 你剛才就講說你們過年的時候也要一條魚 我其實腦袋裡浮現的就是你們又在蒸活魚了 可是蒸活魚又跟拜拜又違背啊 原來你們也吃熟的魚 可是你來到台灣呢 台灣又沒有鱗魚 台灣沒有鱗魚 有別的魚啊 可是別的魚怎麼樣熟魚 又讓牠變成就拜拜過之後 又讓牠變得好吃 我覺得家庭主婦在面對這個都很頭痛 通常拜拜的魚都是煎過 煎炸過嘛對不對 那麼回來呢 怎麼做 薑蔥蒜 勾一個醬油的湯餡 然後把它擺在裡面 煮個六七分鐘 把那個醬油的味道燒進去 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是最簡單的方法 對 我昨天晚上就是煎了一條花臉 然後就是這樣做的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最簡單的一個方式啦 而且又比較有味道 對 對不對 又有味道 因為通常拜拜擺在外面都有一段時間了 還有就是現在大家拜拜用的魚都好大條 都希望在過年的時候不要一次吃完 也不准翻面 我這樣講對不對 你們有這個習俗嗎 我沒有 好吃就一下子把它吃光了 哈哈哈 謝謝Eddie來到我們超級美食家 Eddie新年快樂哦 新年快樂 對啊 Eddie我還要吃蟹黃燕哦 好 謝謝Eddie 拜拜 聽眾朋友都不知道我們在講什麼 都流口水了 還有什麼蟹黃燕 下次再告訴你們 拜拜